华为手机智慧视觉还有三个功能你发现了吗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华为手机有哪三个智慧视觉的功能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功能就是视卷还原功能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小朋友做的视卷呢 我们只要用手机一照 他还可以重新做一遍 该怎么操作呢 在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打开智慧视觉功能 右侧这个相机 点击打开 打开完成以后呢 在这里的话是在右下角 这个智慧视觉我们点击一下 进入到智慧视觉以后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往左侧滑动有视卷还原选项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扫描小朋友做过的视卷 也可以通过图库里边选择 点击 选择然后点击完成 这样的话它会自动清除我们所写的一些视卷 还可以让小朋友再做一次视卷 非常的实用 这是第一个智慧视觉功能 第二功能是智慧翻译功能 在这里的话我们依旧需要打开图库选项 然后选择一个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的一个文字 我们看不懂的情况下呢 只需要把双指放到上面 大家会看到有个全屏翻译 我们点击下册这个全屏翻译 它可以直接把英文或者其他的语言呢 直接都翻译成中文 而且的话格式也不会改变 非常的方便 这是第二个功能 第三个功能是智慧识别功能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不认识的花呀 或者是些动物只要把它点开 把双指呢放到这个图片上 它会自动的进行识别 大家会看到十万物 我们点击一下 在这里的话 它会直接识别物体的一个名称 别名非常的方便 好了 本期视频放到这里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的强烈推荐 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就好了 我开玩笑